瑞芳高宫应用外语科在今天首次举办高三专题制作成果展 学生利用博览会设摊的方式来向学校师生介绍研究的专题 题目的选材范围广泛 像是同志议题、大陆流行用语等等 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可以说是将英语跟生活连结的最佳写照 瑞芳高宫应用外语科首次举办高三专题制作成果展 英外科的王叶胜主任表示 本次的专题共分专题组以及创意组两大族群 题目选材范围广泛 涵盖商业、流行文化、生命教育、同志议题、理财规划 还有健康环境等等 这个成果展其实最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可以让我们的同学 他们长期来的规划可以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第二个就是可以让我们瑞芳所有的师生 都可以知道我们英外科专题是在做些什么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学的不只是英文 而是把英文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学生利用博览会设摊的方式来向学校师生介绍研究的专题 题目选材范围广泛 像是同志议题、大陆流行用语以及宠物议题等等 过程中各摊位会先用英语向各位同学介绍这一站的主题 然后再解释详细的内容 可以看到英外科的学生英文程度相当不错 介绍的很详细 希望透过这个专题来告诉大家珍惜动物们 动物就像我们朋友一样 他们必须有受到同等的对待 然后需要被尊重需要被保护 他们就像人们一样需要被爱需要被关怀 会研究同性恋的原因是因为近年来 就是有关于同性恋的议题就是越来越多 然后也有越来越多人在讨论 然后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蛮适合 当作就是专题报告的一个主题 然后我们就是不想要就是单单只听取就是大人的意见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以高中生作为我们的那个调查对象 希望能够理解高中生对于同性恋的想法还有看法等等 就是想说其实这个专题最主要就是同学他们做专题 那一定是要做他们有兴趣的专题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特别去限定说 他们一定要做什么样子的主题 只要他们能够在这主题上有所发挥 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专题 六方高宫的校长也表示因为科是瑞公的特色类科 虽然才成立四年但是却是绩效非常好的一个科 除此之外 更与邻近在地的瑞芳风采馆 青瓜市黄金博物馆都建立有长期的产学合作关系 对于东北角在英语方面有专长的学者而言 可以说是一个不错而且值得信任的选择 谢谢黄金强 瑞芳长报道